大家好,欢迎来到怪兽崛起 信教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在基督教的故事中 经常有这个Saint,那个Saint 比如说Saint Jerome,Saint Vincent,Saint Paul,Saint Nicholas等等 在那个年代 教会的市场推广几乎都得靠这帮IP Saint Valentin也是这里面的一员大将 而情人节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 因此情人节的全名叫Saint Valentin's Day 简称Valentine's Day 快到情人节了 在这个酒店订不到三件套也脱销的时节 我们就来聊聊你可能不知道的情人节 虽说Valentine's Day起源于罗马 然而在古罗马时期却并没有这个节日 可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人类坚持研究生理 和敢于追求幸福的决心 古罗马人有更刺激的玩法 就是Lupicalia 慕神节 参加这个节日的男男女女 先一起喝喝酒熟悉一下 喝嗨以后最振奋人心的环节就到了 在场的男男女女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小纸条上 放到一个信箱里 然后随机抽签 抽到了两个人就可以牵起小手 在众人的祝福声中走向小树林 然后伴着阵阵销魂的声音 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 这样的关系可以持续到下一年的慕神节 因为这个节日每年都有 一起深入探讨的研究员每年都会更新 所以大家伙的期待和性质都非常的高 而且更关键的是 慕神节是个血腥暴力的节日 期间各种鞭打 锁喉 Golden Shower Glaze等等 尺度之大 令我在查资料的之后 脸都红了 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任教的历史学教授 Noel Lansky说过 罗马这个词就是浪漫的原型 而浪漫就是来源于这个Lupicalia狂欢节 所以浪漫的真实含义是 赤裸醉酒和暴力 因为古罗马人相信 这样的行为不仅让女人更容易怀孕 生出来的孩子也会更强壮 在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国教之前 罗马的万神殿里还住着很多神 像尼邦神 米特拉神 太阳神等 都是当时红透半边天的大明星 许多人纷纷来到这里认老大 你想认谁就认谁 没有限制 非常的自由 耶稣 他是个有梦想的男人 他心眼虽小 也心却很大 他并不满足于成为老大之一 他要当那个唯一的大哥大 在几经波折以后 终于在380年的2月27日之天 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 耶稣在罗马闲于大翻身 他第一时间就把众神提出了神殿 自封了大哥大 从此一神教成为主流 而众神们沦陷成为非主流 可惜的是 像牧神节这样的优良传统 也跟着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这丝毫没有动摇 耶稣和他的信徒们 追求幸福和研究生理的远大理想 他们灵感乍现 想到了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Valentine正好没有记载 于是就有了Valentine的渲难故事 其实当时基督教的情人节 与牧神节区别不大 历史学家Lensky说 基督教的情人节 仍然是一个纸醉精明的狂欢 唯一不同的是 基督徒们这次穿上了衣服 但这并没有改变 这是一个胡乱造爱的日子 公元三世纪初的罗马 是一个混乱动荡的时期 到处都充斥着战争的迷烟 罗马皇帝克劳迪乌斯二世 是一位硬汉皇帝 他战功累累 被元老院封为神一般的皇帝 基督教宣称 当时克劳迪乌斯需要人出征打仗 就下令禁止结婚 特别是士兵 举行婚礼更是违法的行为 而Saint Valentine就暗地里给他们举办婚礼 很明显这种剧情是键盘侠忙着泡面 闭着眼睛敲出来的故事 你用脚趾头就可以想明白 确实在战争四起的年代 克劳迪乌斯需要大量的炮灰 可生育才是保证炮灰供应链的关键 而不是计划生育 真实的历史是 克劳迪乌斯根本就没有出过什么禁止结婚的法律 相反 他鼓励大家伙研究生理 甚至还特意去邀请哥特女战俘过来一起研究 毕竟这个道理连老毛都知道 如果不搞光荣妈妈 他说的为跟美帝国主义打核战 准备的那三亿炮灰 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基督徒们用底层人的角度 给人罗马皇帝扣这样的帽子 克劳迪乌斯真的是很冤枉 窦娥表示心里平衡了一点 不过话说回来 这样的都市传说也是有道理的 毕竟底层的人是不可能拥有统治者的思考方式的 古罗马时期叫Valentine这个名字的人一抓一大把 这个名字就像汤姆和杰瑞一样普遍 希腊语Val是be strong的意思 给男孩子起这个名字寓意强壮 和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所以Valentine其实就是大壮 也可以叫大柱子 跟铁蛋和旺财一样 都是非常普遍的常用名 除了基督教中有三位Valentine 天主教里面也有三个Valentine 东正教中还有两位Valentine 分别是长老和Hero MountainValentine主教两人 光教会里叫Valentine的名人就那么多 更别说老百姓了 池子大了 浑水摸鱼就容易多了 于是这位Valentine就横空出世 成了基督教的Saint 俗称圣大壮 再加上四世纪早期的Deoconensionic Persecution 摧毁了当时大部分的历史资料 所以克劳迪乌斯二世迫害基督教和Valentine的根据 都是来自于一百多年后 也就是六世纪的文学作品 《激情的玛丽和玛莎》里面记载的故事 光听名字就知道这不是什么正经书 这本书把Valentine包装成了基督教的殉难先驱 圣大壮的历史就这样被考证了 这就相当于把地摊文学收藏在大英历史博物馆里 作为历史研究参考一样荒诞 克劳迪乌斯二世268年纪委到270年 任期只有短短两年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在领土外打仗 哪有什么功夫管圣大壮 怎么说大蚊子也用不到大炮 所以20世纪的很多历史学家像Jack Orch和Henry Kelly都认为 克劳迪乌斯二世迫害基督教和Valentine的这段历史 无法被事实证明 但是基督徒们表示不服气 为了证明Valentine这个人被罗马迫害的真实性 基督教在他死后200多年搞来了一块他本人的头盖骨 供奉在布满鲜花的希腊圣母堂里 这里非常有名 因为著名的Boca de la Verita就靠在这个堂门口的墙边 这块象征着珍妮的园台面上雕刻的 其实是海神Oshinus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这是以前罗马神庙里的一块井盖 在玛丽和玛莎激情过后 公元1266年又推出了The Golden Legend 这是一本圣徒故事书 书里对这些殉难事迹添加了各种文学色彩 使其生动感人 在描述Valentine的浪漫故事中 有几个经典剧情被人们传送至今 书中提到Valentine把一本羊皮纸手巢圣巾 剪成爱心形状 在临行前洒向周围看热闹的人群 抒起羊皮纸那可是个好东西 它结构紧密 防油防水防湿 弹性好 还具有耐折度 是制作书籍的昂贵材料 路人甲以丙丁 不仅有热闹看 还有便宜剪 我想他们一定心怀感激 于是他们为了纪念Valentine的慷慨 从此爱心就成了爱情的专属形状 书中还提到 Valentine在临行前还不忘勾搭一把监狱长的女儿 她拿出一张爱心羊皮纸 写了很多肉麻的话 这个我们就直接挑 卡片的最后 她写到 From your Valentine 这就是为什么 时至今日 西方的男男女女们在情人节洒狗粮的时候 也会送卡片 而且他们也在卡片的最后 署名 From your Valentine 1375年 鞋匠出身的英国文学之父 Jofre Chaucer 她在名片Parlament of Falls里面 第一次把小鸟的交配日也定在了2月14日这天 并与Valentine的爱情完美融合 结果大受好评 七年之后 时间来到1382年 英国国王理查德二世和郭西米亚安尼宣布订婚 在现场 Therza还作诗 为他们点赞 送祝福 她写道 From this was the St. Valentine's Day When every bird comes here to choose his mate 可见其词句之优美 因为Therza的比喻 从此成双成对的鸟儿 也开始被人们用来隐喻爱情 殊不知像鸳鸯这种鸟类的淫荡程度 人类也只能望尘莫迹 之后的文学作品 很多都有Therza的影子 像文学大家William Shakespeare 在他1595年的作品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和1600年的The Tragedy of Hamlet 里面同样描述了 St. Valentine和鸟儿交配 融合的浪漫故事 自此 这个节日和爱情的相关性 已经亡不可破 绕了一大圈 情人节 St. Valentine和爱情 终于联系到了一起 下期我们接着聊 Valentine的另一项技能 和情人节后来的命运 以及它如何影响现代人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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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